主料,茴香500克,中筋面粉500克,辅量,油,盐,13香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面粉,面粉里加30克食用油霸云,取三分之一的面,开水套面,其余的用两水和面,然后喝开水套面,一起和面光滑的面团,因为要薄皮, 所以面要喝的软一点,喝好后静止15分钟,瘦肉切成小块放搅拌机搅成肉馅,我这可是肥瘦都有哦,茴香洗净切好,把肉馅分成两份,锅内入少许油,下入将蒜炒香,把其中一半肉放入炒至变色,炒好的肉跟另一半肉混合在一起,放入葱,盐,13香,加入茴香拌匀,现做好了, 面也醒好了,这时候的面很好上手,就成一个个大小适中的剂子,用手掌把皮按好,照途中用手兜住面团放馅,把馅往里压,收口,这样出来就是薄皮大馅了,收好口后,右手,在案板上按成饼状,即刻下锅烙饼,我用的是电饼档,两面差不多8分钟却可,烹饪技巧, 一,面粉里加入食用油和开水烫面,是为了让面团更加柔软,又好上手 二,把肉馅鲜炒,一部分,是为了让最终的茴香馅不拆,吃起来嫩香可口,这也可以让茴香馅就被拌上均匀的猪油 三,用食散香是为了提味,如果不喜欢,可以换成黄豆酱或是别的 四,茴香馅油,所以选肉的时候,要选肥瘦都有的那种 五,茴香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,B2,C,PP,胡萝卜素以及纤维素 导致它具有特殊的香辛气味的是茴香油,可以刺激肠胃的神经血管 具有健胃力气的功效,所以它是搭配肉食和油脂的绝佳蔬菜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